庆祝服务想要戒烟的美国亚裔 首次超过了1万人次大关 美国的华语戒烟专线 最近特别宣布 达成了这一项重大的里程碑 不只帮助全美的亚裔社区 拯救成千上万人的健康还有生命 未来也希望让吸烟不再成为了 美国亚裔族群当中 可以预防疾病的头号杀手 华语戒烟专线表示 全国性的亚裔戒烟服务 已经在全美49个州 设置能说中文 韩文 还有越南话等等 亚裔语言的戒烟专线 至于来电最多的州 分别是加州 纽约 德州 还有华盛顿州 透过这样子一对一的辅导 还有符合资格发放 两州用量的免费尼古丁贴片 将来帮助更多的华人家庭 来远离厌害